這幾天插畫電話灣灣 因為在外面被人家拍到 他跟小王很親熱的照片 這個事情已經延燒了好幾天 這個小王也一直被起底 不過呢 昨天 灣灣跟他老公的婚紗照 一出來以後 好多人都在講說 你老公比你小王正多了 帥多了 你怎麼會要找這個小王呢 但是其實我覺得人要找小王 我從來不覺得小王跟小三 一定要比你老公或老婆帥或是美 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從他們的事情 我反而覺得 一點一點的擠牙膏出來了 一通簡訊 兩通簡訊 三通簡訊 現在要混沙繞出來了 他是不是被弄了 你如果看動新聞就發覺 很奇怪 我那天看到那個動新聞 這個還真的是這樣子 他們兩個從見面 到去買東西 到公園 這個黃大爺幾次看 就是看的鏡頭 他的眼睛很奇怪 會看一下這個前面鏡頭 包括他要為他吃蛋糕的時候 血眼嗎 不會吧 而且你知道他們在公園 他那個動線有拍到 就是他們後來有那個電台 去看那個公園的地理位置 照理說他們當時選的一個位置 應該是背對的這個地方的位置 那是一個椅子 他們沒有坐椅子 他們坐在一個水泥的一個... 一個像水泥的一個圓柱上面 那個是對著鏡頭的 就很奇怪 就是說 他們為什麼不... 那個椅子後面還有樹叢 就是可以坐得比較舒服的 他們比較舒服 而且是比較面對公園 可是他們就選擇一個 面對馬路的跨這個地方 而且這個男生在 他為他吃蛋糕 他把他這個 彎彎把口罩拿下來的時候 男生主動親他之前 還看了一下馬路的那一邊 所以大家覺得說奇怪 這個男生到底是 因為很多網友都猜是黃大爺 愛他不成要去把他報出來 這個我到底覺得奇怪 如果兩個有真愛 當然彎彎也跟你坦承了 還想跟你繼續在一起 那你為什麼要毀他呢 你可以繼續當他的小王 你可以繼續偷情 為什麼要把它毀掉呢 這個我就不太明瞭了 所以很多的疑點 就是南方好像多次瞄鏡頭 是不是這樣弄出來 那我們回到其實蔡老師 蔡常基老師講的一點 他說彎彎屬雞 他說屬雞今年的人 包括我剛剛講陶澤 對 小三小王會來搗亂 搗斷 可是他還有講一個 就是說屬雞的人 如果他就講屬雞今年的個性 就講彎彎這個個性 他偷情膽大妄為 就是他真的膽大妄為 他不在乎原配的看法 可是一旦動怒了原配 原配的反擊是非常的 這個恐怖 是你不知道的 所以你知道嗎 這個案子 我當時你記不記得 那天我們第一天講新聞的時候 你問我的意見 大家都猜是小王做的 我猜是老公做的 不過小王為什麼 因為老公現在還沒有出面 你說這個Line 他這個疑點裡面還有一點就是 當這個一週刊一報導出來之後 蘋果馬上有了這個Line的 整個的內容 Line是最親密的人 那天才會知道的 Line可能就是彎彎跟黃大爺 可是你不要忘了 整邊的人搞不好 也會知道Line的狀況 那我是不曉得 我剛剛講 蔡朗基老師講的 小王搗蛋 老公要報復起來 那也是很可怕的 所以這個戲還沒完 還要等老公接下來怎麼面對 聽說老公這幾天 沉默到一個不得了的地步 完全是不發異語嗎 他要怎麼樣來熬過這一關 但是回到他老婆 跟這位黃大爺的身上 如果說真的是黃大爺這樣做的話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是情感上面他要報復 還是他們兩個有且財務糾紛 還是有什麼利害關係的糾結嗎 因為今天又醜出來 你剛剛為情為財 其實這樣看起來應該感覺是 情的成分 感覺比較像感情 感情的成分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 他們在婚前的一年 就非常的吃禪 所以我覺得情的成分比較大 當然大家就有講說 有黃大爺的好朋友出來 就可能看不過 結果出來爆料說 就是說 其實彎彎的很多插畫 你知道蠻頭人 光頭人 其實那個都很有名 裡面的插畫的那個濁色 全部是這個黃大爺幫他們濁的 所以工作上面還有聯繫還有關係 然後重點是 那個濁色要不要錢 不用嗎 還是因為他們是戀人 所以不用了 就是因為是戀人不用了 其實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是不是 其實感覺上黃大爺 其實對這個彎彎付出很多 所以到最後是慘遭就是說 事後 你在跟我事後抱貝說 我要結婚了 或者是說我是間接知道 你要結婚了 打擊太大了 所以導致可能 他這本人或者是說 知道他們在一起的朋友 看不過去或幹嘛 伸出這個所謂的第三隻手 來把這個壓壓出來 其實這個我剛剛講了 還是要強調 可能無限 但是我們都不是當事人 不曉得到底怎麼回事 可是講到這個勞工 我們一直講到說 這個合集員有沒有 其實最近大家覺得說 對他真的毫無所惜 然後一直強調說 兩個人結婚 為什麼女生是住在娘家 先講一下 其實這個伴侶的這個老公 他平常是在中立工作的 中立工作 然後彎彎的娘家是在大西 可是彎彎他只要上台北公 不是 彎彎他是在大西 所以其實他只要上台北工作 就會住娘家 所以他們不是沒有住在一塊兒的 他們是會住在中立那一帶 可是他們的朋友就是說 其實他的老公是比較悶 比較內向 話很少 然後最近這個事情爆發之後 他連一點情緒反應都沒有 異常的冷靜 然後所以他的朋友 他們的中大朋友都很害怕 所以也沒有人敢就是安慰他 可是要今天講說 這個合集員他到目前 就是說他一直以來 他們說其實朋友看到 他跟彎彎的感情是很好的 然後會一起出國 一起聚會 所以其實這個事情對他的打擊 應該不小 所以這個到底怎麼樣發展 請大家進去看下去 下禮拜可能還有更新的發展 不過就像蔡上基老師講的 暑雞的今年有小三小王 而且要擔心你原來的那一半的報復 有沒有可能是老公報復呢 回來還有精采的 小三小王報復的故事